这首寄功活活辞训 调记庙会 是在民国八十一年 一九九二年 北投与德三天班 老师道坛所批的 新逢新春好时节 佛堂聚阴节 有缘千里来相会 一同参道学 班程是在大年初三 初四 初五 三天 所开嘛 还是在新春时节啦 所以老师说 新逢新春的好时节 在佛堂里相聚 都是英雄豪杰啊 而且英雄来自四面八方啊 有缘千里来相会 一同来做什么呢 一同来参研道学啦 研究圣贤道理 真地理 今了解 黄粮 梦醒觉 在研究真理的过程当中 人生真地 这些道理了解啦 如梦初醒 黄粮一梦啦 已经醒觉过来了 明智为贵圣贤追 功行占光辉 能够明白 而且立定人生的志向 这志向就是要追随圣贤啦 非常可贵啊 一般人的志向 就是追求功名利路啦 追求人生的 人间的这种富贵荣法 但是来这里学到的英雄豪杰呢 大家立得是圣贤的志向 要追随效法圣贤的脚步啦 功行占光辉 就是要身体力行 就会占放生命的光辉啊 调记庙会 新风新春好时节 佛堂去迎接 有缘千里来相会 一同参道学 真地的意见 真地的意见 真地理智了解 黄粮梦心却 明智为贵圣贤罪 共行赞光辉 新风新春好时节 佛堂去迎接 有缘千里来相会 一同残道学 真地已尽了解 黄粮梦醒觉 明知为归胜贤罪 共性赞光辉